地上大量蚂蚁的尸体让人看了触目惊心 主任表示 做人使用大量化学药剂 但只见短暂效果 没多久 蚂蚁又开始聚集起来 根本无法治根 蚂蚁膏 又是用喷的蚂蚁粉 有的时候是用碧胺柱 结果打了 我花了也不少了 结果还是没有效啊 有时候上根班也跑到房间里面 我以为是钓爪 是什么 结果给它抓 原来是蚂蚁 除了在室内 在户外 当地有些农作物也受到波及 南投县农牧防疫科疫情人员表示 游凶琉璃仪出现在果树时 它们会吸果实的水分 直接会影响生长状况 这个蚂蚁因为它喜欢吃甜的东西 我们这边农作物 不管是高丽菜或者是我们水果类 因为都是有一些糖分的存在 它会就侵蚀到我们农作物这个里面去 造成我们农民不少的损失 水果上面可能有一点受伤 那它会流出那个汁液来 那蚂蚁就会去吸汁 那吸汁的话如果汁干掉了 它可能会再去把它啃开来 让它就是糖再流出来 人爱相过所表示 目前已经与南投县农牧防疫科取得共识 将在六月份针对乡内低海拔部落进行调查 在取得经费后免费发放蚂蚁药剂 一起长期对抗游凶琉璃蚁的疫情 云市新闻 南投人爱采访报道